我们雷神主厨说呢 这道料理可以帮眼睛点光明灯 对 我今天要带来这道菜是 鱼香蛋汁绘双茄 双茄是哪双茄 就是红番茄嘛 跟一个茄子嘛 这两个就对了 对 以前我们都会骗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不敢吃茄子 我们都会说其实它是香蕉 它会掉下来变茄茄嘛 这要变茄子了 我们都会骗小孩子 他们就敢吃了 那一样我们要做这道料理很简单 有听过鱼香茄子吧 鱼香茄子没有鱼 鱼香茄子没有鱼 它是绞肉 跟豆瓣酱 但是呢我们今天是用真的鱼 我们用深海鱼 要用鲑鱼 要用深海的鱛鱼 都可以 那当然我今天选用是深海的鱛鱼 在炒的时候比较不会散掉 如果用鲑鱼的话也不错 但是会比较容易 对 会变鲑鱼松 一样先把锅子稍微热一下之后 接下来我放骨柴油进去 把骨柴油放进去 在锅子里面 好 接下来我把蒜头碎的部分 我故意稍微把它切大颗一点点 没有给它剁很碎 一样放在锅子里面 就给它做微微加热 茗玉 像你跟我一样都在媒体 也长时间用眼睛 你平常都怎么保养 还是你就欢乐 就吃鱼油或是叶黄素 但是我还是觉得蛮难 像我回去会开始练中医的健康操 对 就是在我们的前面 斬竹穴 然后四竹空 跟底下的四白穴 回去要常常按 OK 那我们把蒜头稍微给它起炒 有点发泡之后 那接下来我第一个要炒的是 牛番茄 红辛番茄把它放进去 稍微在锅子里面 让它停留一下 我们要稍微把这个 牛番茄这种甜酸香 去把它炒出来 那接下来我要放的是玉米粒的部分 玉米粒要充分去把它炒熟 因为其实它就已经是熟的 玉米粒 那我们一样把它放进去 在锅子里面 去把这个整个香味把它炒出来 讲到牛番茄 我就想到一个故事 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吃 那其实他们做番茄 其实都做的尤其前菜 里头也会加一些香料 睡末等等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加了什么 其中有一个朋友是不吃牛的 所以牛番茄上来的时候 就有人说 这个你不能吃 这里面有牛 然后让全场爆笑 牛舌饼也不能吃 因为也有牛 但是为什么牛番茄叫牛番茄 因为其实呢 这是源自于在国外的名称 那在台湾叫红辛番茄 然后西洋的名字 就是大陆那边的名字 叫西红柿 对 所以我们比较不一样 所以一样 其实呢 都是番茄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番茄呢 跟这个鱼肉 还有就是玉米粒的部分 去把它做一个翻炒之后 那接下来我要把茄子放进去 你茄子已经先处理了 你是这么处理的 用这个苦茶油再炸一下 因为 刚刚有人在问我说 你的茄子怎么不会变色 其实呢 他用这个油 下去给它稍微做油炸之后 像苦茶油炸之后 等于呢 让它呢 停止氧化 嗯哼 所以呢 它的颜色就会很漂亮 一样把它放到锅子里面 但是大家知道喔 茄子是很会吸油的 对对对 所以你要用好油 再来那个炸的时间 就是一下子下去就上来了 要控制啊 对要控制 哇你看这颜色多漂亮 对 好那接下来我要把这个 香菇树好油淋上去 那接下来把这个香菜的部分 也把它放进去 香菜碎呢 把它大量放进去 没有关系 放进去之后呢 这一道呢 是非常好下饭的一道菜 我觉得非常棒喔 嗯哼 OK那我们现在一样呢 把它做一个翻炒 好我想问中医师喔 像你眼科这么久 好多的病患 尤其很多小孩 家长当心他近视嘛 等等的 大家都会问你 吃哪一些食物 对眼睛比较好 加分的食物有哪些啊 以维他命来说 像维他命A C 像刚刚讲 叶黄素啦 玉米黄素 花青素 对玉米里面有玉米黄素 对DHA 所以像雷师傅这个 茄子就有花青素 对 然后像 玉米有玉米黄素 那等一下我们会加 番茄也有维生素A 对 然后蛋黄 或者是深绿色蔬菜 当然这个就是 叶黄素含量很丰富 那鱼其实很棒 鱼就是DHA 其实它就是Omega3 可以抗发炎 然后缓解眼睛干涩 这样名誉有没有记起来啦 有 等一下考你喔 正在做笔记 好 那接下来我要把蛋酥放进去 我们把它呢 就用苦茶油把它炸酥酥的 非常棒的那种蛋酥 把它放进去之后呢 停火之后 那下去呢 去给它做一个拌炒的动作 那增添它的一个口感 所以家常菜变成管子料理 管子料理 主要就是这个蛋酥是秘诀啦 对 因为蛋酥在炸的时候呢 其实你苦茶油呢 稍微去把它用稍微热火 它热一下之后呢 把它放进去 用筷子呢 迅速去把它搅拌一下 其实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一丝一丝的 撕撕入扣的那种感觉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它盛盘了 OK 把这个 这里拿过来 好棒 盛盘 还有一颗蛋黄喔 不要忘记喔 我想说你忘了加吗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呢 我们要最后再加 放进去之后整个香味都出来 这边我也问一下钟医师喔 那既然有好的 那如果是NG地雷 可能也会伤害眼睛的是什么 以我自己来说啦 就是 像酥皮类啊 高饼类 我想台湾人很喜欢吃 小朋友好爱耶 对 什么酥皮浓汤啊 对对对 所以只要酥酥脆脆 它其实就是有点酥油啦 那它是一种氧化的氢化油 基本上这个类食物 当然不是说不能吃 但是适量 尽量少吃 那还有就是像一些反式脂肪 它可能也会影响血管 像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眼中风 这一类的食物可能就是也适量 OK 那还有就是盛装的容器 像我们这个都是陶瓷啦 玻璃啦 或者是像不锈钢 对 这一类都OK 但是如果你是在高温有油的情况 放在塑胶袋或塑胶容器 那也会影响眼睛喔 对 它可能会释出环境荷尔蒙 是 这个也会影响 在目前的研究发现 它也会造成发炎反应 没想到耶 原来那些塑化剂等等 居然也会影响到眼睛水 要特别注意 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蛋黄 把它放进去 有点像那种月间茄子那种感觉 然后让它慢慢的把这个汁衣 流到整个我们的菜里面 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 放眼睛点光明灯 肉粥要吃 就要吃这一道鱼香淡汁会双茄 脆脆的蛋酥和蛋黄 有丰富的叶黄素 深海鱼丁更有DHA 能活化四神经 吃起来 滑中带书 书中带香 香中带鲜 还能帮你远离二势力喔 不只是眼睛要点光明灯 我们也要帮自己的健康 点光明灯啊 所以呢 心脑血管方面呢 大家也要注意 因为就是血管有问题 才会导致像眼中风等等 高危险群 对 其实那个 我常常在讲 你会眼中风 你就有一定的几率 会中到脑中风 所以基本上 我们常常知道 脑中风的那些高危险 就是三高的患者 眼睛真的可以 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也是我们的生命之窗 很多人去看眼科 就被人家转去 心血管科 转去新的代谢科 不是眼科 一直在推卸者 是他们从眼底 发现你们的眼睛有问题 所以才让你们 去转去其他科的啦 所以真的要好好 顾自己的眼睛 好 所以大家都要 特别注意咯 从生活料理虚伪上面 来下手做好预防医学 白天江手术 是我们视力回春的 最后一次机会 所以手术前 一定要做详细检查 那手术中呢 要手术前 要和手术的医师 做一个完整详细的讨论 依照我们的生活 还有工作的需求 来选择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和人工水晶体 那手术方式呢 有传统手术 或者是超音波乳化术 甚至合并 非秒 无刀 雷射 那水晶体的部分呢 不管你是要矫正 高度近视 散光 或者是老花 不是最贵的水晶体就最好 要依照我们的眼睛的状况 来选择最适合的人工水晶体 那像我之前曾经 遇过病人 他因为手术后 残屯的散光造成双影 他想要把水晶体取出 再重新置换 基本上我们是不建议的 因为二次的手术呢 在植入方面 是有危险性 有风险的 所以在手术前 一定要好好地想清楚 你适合什么样的手术 适合什么样的水晶体 唯有这样才能得到 最满意的视力回复哦 喜欢健20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